蘇貞昌院長講這個就是要轉移 他讓大家把萊豬到底該不該進來的事情 換到變成同婚的戰場 換到變成是支持同婚反同婚 年輕人跟長輩 國民黨跟民進黨 都會去跟這個就是鄉村地區的戰爭 你就有信心講說 我蘇貞昌很有信心 在50年以後100年回頭再看 我當萊豬院長 當的心安理得 我當的這個理直氣壯 我抬頭挺胸 我進口進得對 因為這樣 中華民國被美國承認為邦交國 就是我蘇貞昌長 我還跑去那邊接受這個對不對 榮譽國民什麼的 你就講 你就講 你就好好跟大家講 你願意而且你接受 你不要又是講說 這個是正確決定 然後又氣很虛 然後民進黨立委 現在大家臉書順順 想說我到底要怎麼投 很多人都在擔心 因為當一個又一個的民眾 跑到每一個立委的辦事處 他們的電話被打爆 臉書被寫爆 看久了也發現說 這都1450 當然1450當然有 1450有時候是幫民進黨 這剛剛所謂五毛網軍 應該這樣 我都常常講 1450幫綠黨 五毛網軍 都在那邊亂講 每個人都講說 我是活生生的人 我住哪裡什麼都寫給你看 他會有害怕 他會覺得說萊豬這個議題 現在這樣子強度關山 歡迎查給你找 立委會擔心的 那你院長就跑出來講啊 你就說我就是有這個信心啊 當年雖然是我把萊劑列為禁藥 可是現在我發現呢 我當時禁的不對 這個禁藥其實是好藥 大家不用怕 你就好好說 你不用把它扯到別的地方去 萊豬的議題會影響我們明年以後 我們整個台灣的飲食圈 跟國人的健康 那會影響到多少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所以說醫師覺得影響很大 有的人說沒什麼差 因為你看萊牛的狀況 可是你自己也知道 劉建國委員也講過 蘇院長過去也提過 台灣人吃豬跟吃牛的比例不同 所以你說過去八年的那個狀況 你認為你可以承受 你是不是要乘以七或八 因為你吃的那個量跟比例 都比牛多的時候 你用現在目前有萊牛 在台灣的狀況 去比尼 並且保證明年也會是一樣 這邏輯上根本就不通 因為量就不一樣 對不對 喝一瓶梳跑 我去跑步以後回來喝一瓶 我覺得好舒服 你叫我喝食品 我就肚子撐了 我就已經肚子撐了 以後送醫院了 所以同樣的東西 量也是很重要的 既然民進黨立委也知道 豬跟牛在台灣民眾的 飲食習慣當中的吃食比例 差了七八倍 那你現在的評估 是不是也要七八倍 第二個進口的量 也要用標準 現在的牛的進口量是多少 以後的豬又會是多少 那我永遠都記得 我也不會忘記 陳其中主委跟我們講 只有一趴 然後王定委也說 美豬只有一趴 所以如果明年美豬還是一趴 後年都還是一趴 說實在的 我還是會擔心 但是我就覺得說 我應該閃得過 因為比例很小 但如果之後不是一趴 變五趴 變十趴 變二十趴的時候 這些立委 不管你到時候在哪裡選舉 我都會把這文章再寫出來 去問你說 你不是說好的一趴嗎 現在已經變成二十趴 三十趴的時候 為什麼我敢這樣講 因為韓國跟日本 他所進口的 美國牛肉跟豬肉 就是金吞蠶食 從那個小小的 一趴 三趴 五趴 到後來變三十趴 四十趴 過半嘛 這就是白的國家 已經發生的事情 你要跟他說沒有 跟他說沒有 你就保證後面不會 後面如果出現了這事情 你就要付錢 就這麼簡單 那個蘇院長是講 他把同婚拿出來講 那上次你是說 反正他是刻意啦 刻意在那邊挑撥什麼的 不過他其中提到啦 就是要守護 同治人權的價值 那他類比萊豬 那類比萊豬是守護什麼價值 食安的價值嗎 先為我補充一句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所謂的法案 其實相當困難的 絕對不是只有同婚 我現在講就是說 當民進黨中央推這個法案 可是他的黨籍立委 並不贊同的 不是只有同婚 多等啊 我隨便可以講這好幾個 勞基法也是啊 一立一休也是啊 那你為什麼要講這個 他就是要告訴年輕族群 哎你們再回來支持民進黨 我們現在已經 快被國民黨罵倒了 你們再回來後 我們就好 國民黨就會回來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我不知道洪偉姐同不同意 他就是要挑起這種對立 然後讓大家去忘記討論 這個萊豬跟這個 飲食健康的問題 又變成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所以說實在的 也是自己挖洞給自己跳 因為過去講了太多這樣的事情 告訴大家萊劑有多麼恐怖 都不是國民黨講的 馬英九要說一直解釋 這個國際什麼標準 到現在我剛剛還看到 鄭運鵬委員都還在寫 他去回憶你的國民黨 對他這些指控 他說他還在講說 民進黨早在2016年 有Codex標準以後 就沒有再反萊劑了 這是中央廚房還是怎樣 是有一本叫戰守則 是全部都被植入鏡片 民進黨所有立委院長 總統都這樣講 這個不是對的 我已經講過100次了 2012年的7月5號那一天 國際食品發電委會Codex 通過10PPP的 萊克多巴胺瘦肉精殘存標準 7月5號之後過了20天 國民黨代理法院臨時會 25號7月25號 投票要同意30個月以下的 含萊劑的牛肉進到台灣 國民黨立委舉手同意 民進黨立委全部反對 你不是說7月5號以後 你就會同意了嗎 都你跟騙 這個東西是絕對過不了關的 把我剛剛講的事情 拿出來一堆就知道了 所以這都是著勢經費 那所以我就講 國民黨要國民黨的覺悟 洪輝姐在這邊 我也就當洪輝姐面前講 他也沒有聽過我講 我不知道國民黨還會在執政 但是現在以現在這個狀況 反萊豬的力道跟強度 如果有一天國民黨執政 也不要忘記現在反萊豬的 這個力道 就應該要在執政之後停下來 不要學蔡總統 選前 當選前說我不要EGFA 當選後說我蓋瓜層說EGFA 當選前說我不要 當選之後變成不要停 所以這樣就被人家討厭嘛 當選之前再也說我要反萊劑 萊劑的牛叫毒牛 當選之後說萊豬其實吃了 不會怎麼樣啊 這個應該很好 所以國民黨現在既然反萊豬 如果有一天能執政的話 就要把這個反萊豬的立場 維持一致 真的把他反下來 這樣子對民進黨立委來講 在這一波會有更大的壓力 因為觀眾朋友 明年的2月1號 已經滿一年的任期 所有的113個立法院的立委 就可以開始被罷免 那不分區的當然是不行的 就只能夠 那其他區域的七幾個 就可以被提出罷免了 所以你說這立委不怕嗎 如果不怕 就不會有一些 在立法院聯席會議 像吳思雅 就那天突然就缺席了 還是會有壓力的 壓力要放在正確的點上 才能夠造成最後的論述 變成是事實 好 對 類比同婚這個部分呢 像剛剛我看到有網友 我們現在在線人數 3萬7千人 那有網友就說這個是 蘇院長是沒轍了嗎 也是沒招了嗎 所以我想他自己壓力 可能也很大啦 那剛剛說 在今天爆出一例 本土的新冠肺炎的個案 是不是要轉移萊豬焦點 很多網友提出這樣的質疑 當然這個不好說不敢說 但是我們如果 挑明了說好了 陰謀論 小人之心 因為呢 你現在爆出本土嘛 那這樣又還沒有公佈足跡 對不對 那大家如果有一種恐慌心理 預期心理的話 人多的地方不敢去 首當其衝呢 明天晚上 國民黨的 不是守護 食安之夜 對不對 這個應該肯定會受到一些衝擊 其實剛才我們在開播之前 就在跟韋翰聊天 我說這樣子 今天公佈的一個本土案例 那對於我們明天 包含星期三 星期三本來大家是要守護 這個食安之夜 然後到了星期四呢 我們要在全程外面 大家全部 大家watch 所有立法院的 每一個民進黨的立委 他們是怎麼樣去投票 怎麼樣來犧牲這個民眾的食安 那因為星期三也好 或者星期四也好 他都是一個比較聚集民眾 大家一起來 那當然你經過今天 公佈這樣一個本土案例 會不會影響大家 明天星期三 跟星期四的出門的意願 我在想可能多多少少會有 所以拖到今天指揮中心 公佈了一個最新的 本土的案例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因為他一定是delay的 他一定是 本來早就應該發現 那當然他現在推說是 因為這個 有限安機師 他不配合 所以要罰他 因為他沒有核盤拖出 沒有講他有一個 比較密切的友人 但是呢 他確實會有這樣一個 第一個 轉移焦點 大約 自身的健康 食安是吃萊豬 是我自身的健康 那同樣的這樣的本土案例 大家也會擔心自己的健康 那另外就說 蘇貞昌他去拿同婚來比例 就是說今天呢 大家都集合一起 他當然是說民進黨啦 大家都全部 大家團結起來 團結很重要 可是我要跟蘇貞昌講 你們真的是 黨藝凌駕民意嗎 你在同婚的時候 當然因為今年10月份 同婚他的大遊行 那其實震驚很多人 他感覺非常 就是說一個人非常非常多 然後這個族群事實上 你不是只有年輕人 有一些你認為 他大概不會支持同婚的 事實上那個族群 就是這個年齡層 事實上是有旺上提高的 我要講是旺上提高 所以同婚他其實 並不完完全全 過去把他認為 是一個世代的戰爭 其實現在來講 並不完全是世代的戰爭 當然他有 像剛才偉翰講 一個召喚 召喚就是這些年輕人 好像民進黨曾經 通過同婚 希望這些年輕人 重新的支持他